台股生死戰 這下真的是定生死 什麼意思呢 還好我們今天現場的 兩位中央節分析師裡頭 這成績單都是正的 而且遠遠是超過大盤 如果用倍數算的話 不用啦 你看就知道 先來看一下明哲的部分 明哲成績單還不錯 在上個禮拜之後 光紅3.2分 3.2%的意思 數額還有1% 那麼加起來上週的績效率是2.7% 上個禮拜大盤的話 是漲幅有0.4%還不錯 這是正的一個報酬 另外在棕林的部分更犀利 來看一下棕林 棕林的部分的話 英格爾有4%之多 英格爾正是連續飆翻天 當時的話 當然我們的結算 都用週來計算 所以成績單 可能這麼 沒有很如意的一個最高點出現 可是呢 都還不錯 至少是一個正的報酬 就是一個禮拜 來計算它也是成績單 太太太沒什麼意思 早來早去 來看一下上週積分4分 至於上週大盤的話 是0.4分之多 希望這個禮拜可以更上一層 好馬上保護時間來看一下 在明哲的部分 重量級爆的是現金 明哲如果沒記錯的話 剛剛從大盤指數方向裡頭 現金看起來是有些保守的觀察 為什麼 台灣當中的話相對是比較樂觀 結果重量級握的是現金 這個策略是什麼 輕量級是達星 以及在雨量級的部分 是在華航身上 再來 中年的部分 我們秀出來看一下 重量級也是爆的是現金 有一些保守的觀察 至於七量級依然在英格爾的部分 至於在雨量級換到齊鴻的身上 等一下個別股利多 我們來聽聽看在中林的補充 最後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在正弦 重量級爆的還是現金 事實上行情到這邊的話 大陰線的出現 都有一些比較保守的觀察 七量級是營建資產 今天現代幣又大幅度升值 盤通戰收升值一點多角 那麼雨量級的部分 低價HDI版 那麼個別利多在哪裡 我們請來看 為什麼我會講這個 其實就是鎖定在 非平陣營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知道 別人的失敗就是我的快樂 蘋果如果沒有辦法 擴張市占率的話 也就是一些低價的一些 過去我們認為 像Nokia 黑莓機 這些公司都會陸續起來 我們看到今天這些 赤族群的一些領土店 表現都非常的一個好 那其實國內呢 只有四大HDI版廠 其實它也都是 全世界最重要的手機版廠 那星星啊 以及這個華通 其實大部分都供給了一個蘋果 而這個2367的藥華 大部分呢 都供給了一個宏達店 而其中呢2316的男子店 大部分都有一個非平族群 那如果非平族群 開始往上攻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注意到 2316的男子店 或是2367的一個藥華 他們這個營收呢 就可能會節節高升了 更重要 因為非平族群 過去長期來就是 姥姥不疼 跌跌不愛 所以它的股價都 非常非常的低 股價也都低於淨值 那像男子店 每一年都獲利 超越1.2元 而藥華 過去只是被這個 藥翔光電手拖累 那太陽呢 最近也開始好轉了 也開始出現轉虧為銀的契機 我都認為 在這個非平陣營裡面 這些是可以注意的 比較低價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低價 是一個趨勢 那至於輕量級 為什麼講銀劍之長 我想更明確就是 有賺錢的銀劍股好了 最近銀劍股 開始瘋狂的大漲 很多人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因為不是在漲過去我們認為的 什麼新復發 長虹 黃顧這樣子 而開始漲一些二線的 像中林以前推薦過的基泰 或者是二五四七的日升升 為什麼都在漲這些 那我在這邊之前也推薦的是 5533的黃頂 其實之前也出現了一根 剛剛帶來一個長虹 為什麼 因為他們真的委屈了 委屈委屈在哪裡 大家不要說本益比了 基泰 中林當中提的觀念是什麼 未來三年賺的錢 每一年賺5塊 三年就等於是它的股價15塊了 所以我說銀劍股這些二三十塊的公司 如果獲利在未來兩三年持續的看好 像不論像日升升 黃頂 基泰 或者是明軒這樣的一個公司 我認為股價都已經被低估了 大家仍然可以持續注意這些的配股配息的一個行情 好 中林呢 各股的地產重心在哪裡 基本上中量級現金 因為現在走的是低價投機 或是中價投機 高價這個地方 高價基本上沒什麼表現 所以我中量級放現金 再來就是輕量級像英格 英格其實之前漲上去 那漲上去我們推薦過 然後那邊震盪震盪震盪 震盪其實照理說應該套下來對不對 漲多本來就要拉回 但是它漲上去之後它不拉回了 不拉回就是怎麼樣 那條白色的線基本上是月線 那月線到了 到了昨天拉出一根漲頂板 我認為那個整理過後 再拉出一根漲頂板 它是應該是一個發動訊號 然後今天那間大門跌下來 但是它昨天那根黑黑棒 基本上是沒有被吃掉的 那它做這張股票我的看法是 其實這張股票 因為它有拉 昨天拉出一根紅黑棒對不對 很好做操作 什麼操作 如果昨天那根紅黑棒掛了 掛了保持這張股票就結束了 結束就把它除掉 如果說紅黑棒沒有掛的話 如果說明天又跑上去的話 基本上漲勢有可能再開始 所以我認為這張股票 還是可以給它一點機會就續爆 再來是3017的齊鴻 今天我相信大家在報紙上 可以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鴻海 鴻海是不是要準備去 跟中國男車合作對不對 但是我記得 頭編喔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齊鴻之前有一個新聞 它跟中國男車合作 做那個鐵路的散熱 因為中國有40兆的這個內需 十二五計畫40兆對不對 其實 絕大部分都是鐵路 因為它要城鎮化 那鐵路就是 拉動它城鎮化過程的一個 很重要的建設 那鐵路裡面 有50%都是中國男車做的 那中國男車做 鴻海看到這個東西 要跟他合作 但是中國男車在之前 就已經跟齊鴻合作了 所以呢 所以我在今天寫的時候 他還沒掌聽板 結果我不知道 來的時候尾盤他手上掌聽板 但是我認為 如果說這個題材可以發售的話 像這股票 之前紅三兵上去 咚咚咚上去 漲多震盪很正常 震盪很正常 基本上今天又來一根的話 我認為像這種 N字形上鉤 應該基本上是可以做留意的 好 那麼最後來看到明哲部分 除了現金之外的話 華航跟達新 是 那其實 高價股的部分 當然就跟這個 鍾林講的概念是一樣 現在賣壓比較重 所以我們暫時 先以現金來看重量級 那達新的部分的話 上禮拜分數雖然是負了 但是 投資朋友一定要注意到 他同時現在是掌握到 今年產業成長三大契機 第一個是面板 大尺寸面板 會讓它的使用量增加 第二個觸控 在這個觸控面板的應用上面的話 它也開始出貨 第三個是太陽能 它也有 隨著這個太陽能的一個復甦 它也出貨給太陽能這個產業 也就是說 這三大產業在現在來看的話 它同時都能收益的情況下 它也是屬於上禮拜大漲之後呢 現在經過一兩個禮拜的一個整理 但是幅度非常的緩和 也就仍然能夠利守在月線及季線之上 那這樣子整理完之後 這也是成交量量縮的一個狀況 那我認為 受惠於它產業的一個應用面 可以逐漸的擴增 那EPS也能夠持續在4塊錢以上的話 那本益比的部分也大概只有12倍左右 是值得大家來留意的一個族群 那華航的部分的話 在往年這個紅包行情當中 航空類股都會受惠於兩岸的直行 都不會缺席 那上個禮拜 這個法輪如果我們 導播可以給週K線的話 上個禮拜華航長榮航 都開始出現了第一根的一個大紅棒 也就是說它經過了兩年的整理之後 從上禮拜開始 法輪開始回補它的買盤 也就是說它目前的股價位階 跟籌碼面的一個狀態來看 我們要掌握接下來 一週到農曆封關前的一個行情 這都是一個 進可供退野安全的一個好股票 好 聽起來在名字的部分 這個看法裡頭的話 都是一個比較保守型的 這個進可供退野國手 甚至是一個比較 資金避風港這樣的角色 把握時間就要來看一下 回到剛剛所提到的指數上的變化 大盤的行情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是相對偏弱 而且呢外資圈台子群的話 空單又再度加碼1694口帳空單 大概來到5400口帳空單 這樣一個動作 甚至於在現貨的買賣超數字 它出爐了嗎 我們趕快修徒來看一下 在現貨買賣超數字裡頭的話 會擔心又是一個壓力嗎 事實上你剛才特別提到說 可以有買盤的機會 明天如果有開地的話 你站在買方還是賣方的 如果明天開地的話 當然我們鎖定這些比較 經過一段時間回檔的股票去抵接 我認為是一個買盤的時機 好的確 外資圈是賣的 賣超37.7億元 又是這個沒的動作 鍾寧 你的丁寧是什麼 基本上外資期貨做空的話 先問一定賣超 那先問賣超 其實我認為短天上 你要先避開外資 會再賣這些大型股 比如說什麼鴻海啦 台積電啦 什麼機動物這些 這些外資有的 基本上我認為 基本上就不要碰了 現在流行什麼 現在流行投機了嘛 投機了你看那個什麼 柯峰啦 奧斯特啦 台陽啦 雲城啦 威盛貿 這都超投機的啊 超投機的還在漲 表示什麼 比如說現在走的是 中低價的投機氣氛 所以如果說明天有開低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 你可以拿一點 我不是說什麼所有錢 全部去投機啦 你可以拿一點錢去做投機啦 那投機的話 如果說像這些股票基本上 如果說有增到的話 應該還可以留意啦 好 那麼正行 我們最後叮嚴 三大法人都在賣 而且本土法人看起來 賣的這個數字 這個量有比較大一點點喔 短線 擔心還是一股回測力量嘛 對指數來講 好 我覺得現在7700點之上的話 仍然是多頭掌握優勢 不過要想要注意的是 這個多頭並不是法人型的多頭 而是一個一些投機性 指金比較多的一個多頭 所以我才跟大家說過 你知道我每天選股 我一定都選擇出一些低價 最有這個轉機性的一個體態 不過如果你要等到說 真的要投資性的 大部位的一個資金地方 要等到這些圈支股開始出現 利空不跌 開始直穩的時候 投資人在附近場 可能會相對的安全的去 好 中理 我們這麼問好 明天如果有機會開高的話 你是站在買方還是賣方 基本上要看什麼股欸 對 如果說像是最近的 比如說瓶蓋股好了 最近不太好對不對 明天如果開高的話 明天開高的話 就跟它說再見 如果相對比手上這些股票的話 開高相對強的情況之下 當然還是一個禮拜的績效 你還是持股續報 對 只有持股續報 好 我們非常謝謝三位來到現場 感謝你收看 在剛剛所定義的底頭 所感受到 看起來這是一股壓力 什麼時候能夠反賣為買呢 我們持續鎖定 今天晚上八點半鐘持續鎖定咯 我們再會